好 文學宇廷 目前還有兩大四小正在搜救當中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前往了前進指揮所 馬上帶你來看現場最新 我們一定會把它安置好 然後了解整個事實的經過以後 我們會主義的讓他們平安的回到家 那目前為止 因為還在搶救當中 還有很多的實際狀況 我們必須要再做生日的了解 因為根據我們目前現在的調查 這個帶隊的是一個天大地方自然公司 這個公司今天有一個書相檔 負責帶隊 有家長 有同學 那這些家長跟同學都是根據網路報名 然後每個學習都會一千六百年 有七堂的自然體驗課 今天是其中的一堂 這當中有很多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家長跟同學來報名 那目前我們書中的六個人兩大事小 其中有五個是台北市人 一個是新北市的同學 所以這個部分相關的調查以及事實的釐清 我們現在再做進一步 市長快入業之後其實現場雨非常大 那就你們所瞭解這個帶隊這個向導 他在出發前有沒有平過今天的天氣中口 因為這是一個公司所招募有收費 然後帶著家長跟同學到我們各地區來做炸自然的體驗 我相信我們要去釐清到底這個公司的成立 以及帶隊的有沒有證照 以及在今天的狀況的底下有沒有去做好事實的評估 那這部分的責任我們現階段都還在旅程當中 我們希望現階段先以搶救之中的這些大人跟孩子們最重要 那同時也啟動和有相關的調查 我們面對氣候的變遷 異常的狀況底下 我們要有事先的準備好 外面有狀況我們如何應應 或是有任何狀況我們就不需要去冒這個雪 來做這個大自然的體驗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要特別在這裡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氣候變化很大 尤其山上隨時有雨季的來臨 然後讓我們如果沒有事先做好準備 隨時一碰到整個變化的時候 就有可能吸水爆漲 讓大家在錯虛或是登山 或是在做自然體驗的過程當中 會錯所不虛 所以我還是提醒大家 要登山 要做自然體驗到生意裡面 一定做好氣候的評估 以及安全的相關準備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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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